臺灣跟菲律賓所發生的問題 那記得在禮拜一執行的時候 我問了外交部的次長 說如果菲律賓 如果跟中國大陸道歉的時候 不向臺灣道歉的時候 會發生怎樣的情形 我感受很深 那時 我記得那個次長講說 不可能有發生這樣的現象 那這裡面代表了什麼 我們政府官員都沒有一個警惕心 沒有去看到人家以前所做的 作為可能會發生的現象 我還提醒他 說你要做最壞的準備 如果菲律賓真的不鳥你臺灣 不甩你臺灣的時候 要打馬英九的臉的時候 還要怎麼辦 他一直強調不會 果然整個這幾天裡面 菲律賓所顯示的態度 就是一個義中原則 因為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從我們臺灣的炸雞萬 要送回臺灣 他故意要送到大陸 這已經就是要打擊你臺灣 你是外合 朋友而已 你不是我主要的角色 還有第二點 他看到香港的行為的時候 他也不跟香港人道歉 最後逼著道歉中國大陸出來講話 他跟中國大陸道歉 所以這樣子的人去當外交部 沒有一種用電的說 就是啊 生爺安樂啊 沒有一點 沒有一點啊 警戒心 所以我們的外交政策 真的非常若縮 若縮 若縮 真的是梨哩哆哆 那王志偉 如果這個情況繼續發展的時候 因為我看了很多制裁 大概要發生的消用 我平安心講 我是覺得不大 那時他丟失說 我只有跟你一中的原則 我跟你中國大陸道歉 那王主委你剛剛有提到 說你有到跟大陸事先溝通的時候 那你如果要接招 因為這個接招對我們外交未來的關係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堅持要這樣你要怎麼辦 菲律賓 不跟台灣道歉 堅持要跟中國道歉的時候 你陸委會對這件事情你要如何處理 先做準備啊 我的看法是應該要跟菲律賓非常嚴肅嚴正的抗議 要怎樣抗議才能有效啊 因為我們的意中 你一直在講意中各表 但是外面的人好像不曉得我們講的意中各表是怎樣 但是中國大陸 在我們在談的之間好 我們各自表示 但是對著國際社會的話 他說意中是一個普遍的認識 啊這個也真的是癥結所在 啊你現在真的要做了未來大人物 作為對來的事情判斷更有能力的時候 我先把問題丟給你 你要如何去回應 如何準備 他堅持我只對中國大陸道歉 不對你台灣道歉 啊你說有跟他溝通拜託他們不願 啊你說是用嚴正抗議 嚴正抗議沒有什麼用啊 呃跟委員報告 因為外交這部分其實不適合是陸委會來回應 我曉得你要講這句話 所以這就叫負推責任 你一種嚴重的抗議 你們要什麼 所以在此我一直感覺到 要當過外交部長的人 一定要當過陸委會 才能角度什麼叫義中 才能小的義中各表 我講的你很高興 好像你一定要經過這一關才能當外交部長 不是不是這樣的 不是不是我看你這樣 其實我提的是很嚴肅的問題啊 是 因為外交部隊義中沒有很堅持 尤其我們外交部長這樣軟弱 我好像在當犯意 第二個 我已經跟那個次長提示了說 絕對會發生這個情形 他講我說不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果然發生了 現在換你介紹 如果真的跟中國大陸 你要怎麼辦 還有請教 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外交部有沒有跟你陸委會來接下人家提出的問題 如果跟中國大陸道歉 不跟台灣道歉的時候 有沒有討論一下 我們基本上政府之間大概都彼此會互相聯繫 沒有 我說你這幾天有沒有要找你們討論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要結合在一起 共同的力量才是力量 你殺來殺去 等一下叫你嚴正抗議 你跟我講外交部的事情 我不會傻到 不曉得說這個是外交部的事情 但是如果丟來這邊變成子彈跑到你那邊去了 你如果也會只有說我嚴正抗議啊 等一下你被幾個他們呢 就把你修理死了 但是我們剛剛已經在回答前面 我跟你講準備好 可以不跟我講 你要講我要準備好 我們要怎樣來厭護 因為我看這個球早晚會這樣 因為菲律賓非常的賴貧 好好的準備一下 謝謝委員 如果你弄得好 就有可能當外交部長 因為外交部長 真的不同 好像對於中國跟大陸的關係 跟他朋友關係 沒有去特別的表態 那再來我再請教你一點 是 聽說現在中國大陸的東沙軍隊要繞到南沙這邊來會合了 這裡面有沒有代表什麼意思 你要老實講 不要為了 是顯示他的經威 顯示台灣在他們範圍 而且要從李宋島這邊經過 因為當然我們跟兩岸之間特殊的關係 其實我們都認為南海是我們的固有相遇 但是 你真的越來越會做官 不要怎麼突然東海艦隊跟南海艦隊會合 我們就看起來這裡面疑點重重 你也跟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鄉下人 我們台灣人 我們看不懂 你當陸委會主委教我們一下這個內涵在哪裡 我們這方面我們也會尊重國防部跟國安局他們的研判 就是說 這個其實相關的這些動作 我們從政治面上的確雙方都有對南海 就是說都會覺得說這個部分是我們的固有的領域 那這是因為兩岸之間特殊的關係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也是做類似這樣的一個動作在做某種表態 就是有某一種表態啊 但是 他是不是在幫忙台灣還是在妨礙台灣 但是我們不清楚因為需要更多的資訊 你陸委會這樣不清楚還有幾個人會清楚 是國安的清楚 所以 就是說他背後這裡面需要一些更多的資訊 或情報才能去做正確的研判 我們只能就表象上來講 覺得說其實他們應該是在做某種特定的事情 我今天容易要強調一點 我覺得台灣是面積小 但是台灣武力各方面都能去發揮 台灣有自己的能力 但是台灣這幾人為了外交關係我們自我設限 阿今天中國到了來生年後 阿被大家罵 阿我們跟美國的關係那麼久 阿美國現在在發言的時候 是站在中間又偏偏一邊一邊 又沒有人去講他 阿我實在也搞不懂 兩個大的之間在這邊 阿人家有跟我們壯了膽子的時候 好好好 但是我又把它發覺到 其實這世界上本來就有種子跟偏見歧視 白人就是白人 他們有事前就集結在一起 阿如果東協的國家 他講Speak English的時候 他也會結合在一起 他搞不好結成一股疏力 台灣如果對他下手他去找東協 當然這是外交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是華人他來支援 我覺得沒有什麼錯嘛 呼朋引伴有什麼錯 台灣有種就真的把他打出去看兩邊怎麼講嘛 我們就曉得好人壞人在哪一邊嘛 誰是我們真正的朋友 其實美國國務院也之前前幾天也有 就是譴責 看起來沒有譴責 他有用那個字我們確認有用condemn就是譴責 所以其實全世界朋友只要是關切跟 當然關切我們要表示到現在為止怎麼一變倒 我們希望說阿你兩個大的出來大家講一句公道 我現在覺得中國大陸還比較公道耶 今天我不是賣中我請中我本來是支持美國的 現在我看偶爾來會反美國支持中國大陸 因為他沒有把實際的情形給台灣一個尊義道理 兩個都是老大哥 但是這個觀念裡面我現在突然發覺我們台灣等於是被利用的角色阿 所以今天我們不要亂罵人家來幫忙 我覺得 那陸爾會你把這個溝通喬喬做好 真的該怎麼樣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不能容易屬於這樣 怕誰怕誰 怕到最後我們都沒有 講是一些實際話 了解 不是了解啦 我希望從你內心講是實際話 我真的講 我們有時候看得無沙沙 中國大陸要來幫忙也不行 怎樣講一句話也不行 等他義中套上去 阿美國那一邊的時候也不發聲也不作聲 那不作聲他們是靠著說什麼 菲律賓跟美國有防疫台灣 料理你台灣也不敢動 阿真的把他動一動吧 把他台灣抓回來嘛 台灣自己來此次有什麼 要學習圖戰隊的精神啦 把他船去把他炸存嘛 把他抓回來有什麼人怕 來跟他抓囉 你一直在笑想當外交部長 我不是這麼講 但是外交部真的很差阿 我習慣性就是這樣 阿我是覺得你比外交部長表現得好多了 反應也非常好 但是我問你幾個問題老師 我就講中國大陸美國問題 你們有常常在研究 依你的判斷會怎樣 因為菲律賓說義中 大陸說義家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錯阿 華人對華人來講有什麼對 他真的也不敢亂講義中大陸 他講義家 阿大家跟小家而已嘛 阿所以你應該怎麼回應 你把他跟他道歉 你先把台灣道歉好 再來跟我道歉 你認為我會應該提示這樣的指章 叫你再交給你當外交部長 好好學習一下 我們鄉下人不懂 但是我們頭腦會想 不要觀眾久了什麼不會去想 要找突破點才可以啦 好不好 我講說中國大陸是大家 我們小家 叫菲律賓先跟我們道歉 再跟中國大陸道歉 我們接受他再接受 表示我們也有能力阿 能不能這樣跟他們反應 我們會仔細研究 阿不是阿 又再研究研究 我就想到頭到了阿 好不好 好 也應該大膽一點啦 我們也不怕水 反正是現在很多人都需要台灣阿 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